大家好,我是Jerry 接下來要為您介紹的是香菜牛肉末 好,現在我們首先先把這個香菜拿起來以後 我們先把它的地去下來 首先把這個澳洲的牛角肉放在這個碗裡面 把他調味起來 先我們首先加這個醬油三小時 加在這裡面 我們再將麻油這個兩小時左右 我們也是一樣調味在這個牛角肉裡面 再將這個糖一小時我們也放在這裡面 還有再加點鹽巴二分之一小時 謝謝,就再放在這裡面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牛角肉就先給它拌起來 我們現在開始把油 為什麼 好,那現在我們把這個兩湯匙的這個沙拉油放在這裡面 就是有一個老師教我說 你只要手放在這個油鍋的上方 你感覺到它的溫度有一點熱的時候 就表示它油溫夠了 千萬不要手放進去 不然到時候燒一下不要怪我 OK,好,現在已經油熱了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牛角肉放進去了 稍微給它壓平 壓一壓,一定要讓它全部的都炒到熟為止 要快速的翻炒 這道菜非常簡單 就簡單講一句 就只有牛肉跟香菜混在一起 炒起來這道菜是蠻好吃的 其實這道菜我是第一次煮 但是我相信應該可以煮得很好吃 好,把這牛肉末炒 炒完一遍以後 我們趕快把這個香菜趕快放進去 跟這個牛肉末混在一起 然後也是一樣快速的翻炒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上菜了 基本上非常簡單 只花了一兩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炒出一道很好吃的 這個可口的香菜牛肉末 然後稍微把它弄一下 看起來比較美觀一點 好,這就是我們簡單的這個做法 香菜牛肉末